去到這裏 為何無緣無故有一個工場 這個工場是甚麼來的 由於金婚集團實力洪厚 在柬埔寨有幾個森林 森林有甚麼多 當然是樹木多 所以在東南亞菜議員裏面 那些桌子、椅子 甚至樓盤 一些台海等等 都是透過這個工場去生產出來 某程度上是整個的循環 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循環 我覺得很厲害 連這些都可以自己生產 兩年前我來過這個最大創意園 到今天兩年之後我所看的 有很多東西已經呈現在我眼前 初時我都不相信會搞得很漂亮 但今天那裏來的時候 真是美輪美換 真的有些商店已經進入了 這條是一個零售街 零售街是甚麼意思 就是賣的地方 這條零售街 我真的很喜歡黃色的框框 我覺得很漂亮 而同時間這裏 也有一個港人創業的地方 有一間港人在這裏租了一間店 而到今天已經在金邊 開設第三個珍珠奶茶的店 當有這個Function Event的時候 其實這條街其實是很多人的 你看到那些人 多輕鬆 在這裏搭單車 現在是一個吃午餐的時間 這間餐廳 是主要吃金邊菜 這些朋友都在創意園裏面 做一些創業、工作的朋友 好了,我們繼續說一下 Fetchy Long Pan裏面 其中一個最大是什麼呢 就是全柬埔寨最大的彈彈床 好,進去看看 Hello 這個是柬埔寨最大的彈床公園 OK 非常之大 OK 你見到環境很富 哇,大家看看這個彈彈床 OK,我相信在香港是沒有的 香港有彈彈床 但是沒有那麼大 OK 哇,這個彈床公園 過來玩放電 真的沒得到 小朋友 或者大人都OK 應該都很過癮 我可以給大家一些照片 之前的小朋友在彈床 實在是怎樣 就是這樣 好了,上來呢 第二層 可以給大家去喝一下 休息一下的地方 為什麼我會說這裏是一個值得大家去留下來玩的地方呢 因為這裏都挺多人玩的 好,連這個小米的體驗隊都進駐了在這個最大的創意園 OK,我們進去看看 好了,這個小米的體驗館 分了兩層 由於這個全東南亞的創意園 其實旁邊正正就是金鏗集團 他們的房地產項目 一期和二期 所以其實這個場館 是有一些傢俬的電器 去銷售給這些住戶的 我省個時間再會告訴大家 其他你來到金邊是會打卡的地方 有些的話 基本上你在網上都沒見過 OK 大家密切留意